中时电子报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施正平 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么当台湾面对朝鲜问题 正面临急剧恶化的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观察 那么中国大陆在1895年跟1950年 曾分别两次用武力进入东北亚 处理朝鲜问题 那么分别造成了 那么中国与台湾大陆 那么分治跟分离的结果 那么这两次的用武力 那么处理朝鲜问题 那么对台湾造成了巨大历史上的一个伤害 那么面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目前进入的对抗 那么如何因应跟关注中国大陆 在今年以来三个非常严峻的政治信号 那么我想跟在座各位分享 那么首先那么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今年以来 那么中国大陆出现了异常的武统声浪的高涨 那么这个武统那么来自于学术界 以及智库 那么跟过去中国大陆 那么领导人政治立场的不一致 这是中国大陆过去所从来未发生的 也是在中国大陆所不允许的 那么第二个异常讯号 就是中国大陆过去 那么长期对台湾是非常友好的 对台湾也非常友善的同情的 但今年以来 那么这个民意的变化出现了根本性的一个改变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根本买变过程当中 对台湾而言 过去对台湾最重要的安全保障 是来自于中国大陆人民的善意 那么如果这个问题发生变化 对台湾而言是异常重要的一个警讯 那么第三个变化 是我们观察到这一次的两会期间 那么只有这个李克强主席跟余政生主席 那么他们提到了这个两岸未来 将持续朝向和平发展的一个基调 而总书记习近平对这个问题 并没有做出任何的一个表态 那么显示目前中国大陆的 合同派与武统派之间激烈的一个争论 那么我们希望 那么未来台湾能够更关注 那么习近平主席 那么在十八大以来所提出的一个新的论述 那么这个论述是属于这个渐进式的一个和平 那么跟过去绝对武力统一的论述是不一样的 那么习主席认为 那么如果双方未来 能够在面对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那么各自采取分离分治 这样的一个基础 那么展开民共谈判 那么有利于双方共同建构一个 稳固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那么这样的一个渐进式的 这个统一论述与过去 绝对统一的这个论述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这个变化是值得台湾方面注意的 其次那么台湾从这个去年 那么川普总统当选以来 那么我们事实上在这个台美问题上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战略误区 在这样的一个战略误区里面 那么对台湾造成巨大的一个伤害 那么面临川普与习近平将在下个月会面 如果朝鲜问题那么做了 做出了跟台湾方面利益不一致的过程当中 对台湾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警讯 那么川普由于不太相信过去传统 这个智囊跟智库的一个意见 所以对此我觉得台湾有关部门跟国人 都应该保持高度的一个警戒 以避免任何意外的一个伤害发生 那么在面对两岸目前 那么走向了一个人对抗的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注意 那么2019年将是中国大陆建国70年 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握这一次 习近平对台湾递出的一个善意 那么做出有益的一个回应 那么对2049年以后 台湾想要保持现状 事实上将面临非常艰困的一个局面 那么我们也观察到 那么台湾民进党政府 蔡英文自从去年执政以来 在过去九个多月 我们不断的递出对中国大陆的一个善意 那么特别是在上周 我们的陆委会跟我们的外交部 那么分别提出了 那么新的有关于两岸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定位 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定位 那么前天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陈德明海协会会长 那么也快速的提出的 那么在两个分制的这个基础之上 那么恢复往来 那么我认为这是值得我方有关部门认真思考 并妥善回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那么为了达成两岸建立未来新的一个论述跟共识 那么作为未来两岸平等交流的一个基础 那么如何快速的恢复两岸智库 以及两岸相关的这个制度化的协商管道 那么应该是当前重中之重 所以我们希望更期许 那么两岸有关的领导 能够好好的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各自发挥最大的诚意跟耐性 那么朝向 那么和平之路的一个发展 回到 那么这条轨道上 那我认为这是两岸人民最期盼的一个方向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双方领导人各自为对方 多思考多留一点余地 那么我相信 那么双方必能够在互蒙其力 互利互惠状况之下 攜手共同解决目前的一个冷对抗 以及九二共识的一个纷争 那么我们希望 那么这一次的转机 能够在历史上来证明 那么双方的人民 双方的领导 那么能够透过相互扶持 那么来展现我们双方之间 圆融的一个智慧 那么祝福在座的各位观众 身体健康 万十五一 谢谢